欢迎大家收看《时事并论》 我是Thomas 今天的题目是 《加拿大有多大呢?》 最近的新闻 关于加拿大和中国爆发的外交风波 令大家有点摇头摊息 已经发生了中加两国互相驱逐市管职员 我们最想知道加拿大有什么抵弃? 其实加拿大对中国非常不友善 我们重问一下过往做了什么 首先加拿大新闻是北弱成员 而24年前 北弱在美国主导下轰炸中国南联盟使馆 导致中方多名人员伤亡 还有5年前 加拿大配合美国的长臂管轶 第二步准备温哥华转机的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大家这件事便亦猶身 去年11月 加拿大披露中国的情报人员干预当地的选举 没多久在11月中 杜鲁多在印尼之二十峰会 直接去找习近平聊天 当时两国已经跌至冰点 趁这个机会见到杜鲁多 杜鲁多走过去和他短暂谈十分钟 其实当时大家都没有预约 习近平首先是面带笑容 跟杜鲁多说 如果我们所谈的事 可能会洩落给报纸 这是不合适的 因为在场是周围的人 已经有少少口说 你这么突然 这么唐突 有些都好像不太适当 再补充 如果有诚意 大家应该以互相尊重的态度 来做好好的沟通 否则这个结果 就不太好说了 意思是说 中加两国外交最近都比较紧张 尤其是说中国有情报人员去干预加拿大内政 这件事有很严重的指控 杜鲁多当时也是少少口回应 他说 我们在加拿大相信是自由开放和坦率的对话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会尋求建设性的合作 但可能过程里面是有些分歧的时候 看回新闻报道 你这么说话 话中有话 好像有骨 如果用香港人话来说 你叫做暗串还是明串 习近平呢? 在杜鲁多和习近平监谈不久的时候 加拿大的外长叫赵美兰 你不要听他有个中文语名 你以为他说真话 他在G20巴利岛峰会 没多久之后 接受外国的媒体访问 金融时报 他说将会派遣更多军队穿越台湾海峡 并且重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即是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事务 不是中国的内政 亦都反对中国称这片水域有主权 相当明显 对中加的立场相当明显 有相当之矛盾 他说在2022年的夏季 2022年夏季 就是加拿大有一艘 巡防艦和美国的艦队 一起穿过台湾海峡 或者当台湾海峡 就是你们美加的内海 我们所听到的讯息就是这样 他说 我们希望会派更多的巡防舰 去通过这边水域 就是相当令人感到 美国这样说 还可以说 你是持着大国霸权之力 加拿大应该有什么实力 跟中国这样说 大家很难想像到 加拿大好像一个温和 还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国家 应该会这样做 还有什么实力 最重要 首先 要分析加拿大实力 就不需要跟你讲长篇大论 就是做这些科 或者是经济研究 不用说太多了 我们只要看一侧新闻 大家可以了解整件事 任正非就是华为的创办人 他非常体重加拿大 我们用他的角度来看 加拿大有多大 当时孟晚舟被加拿大软禁 根本还没看到曙光 即是加拿大的立场非常之强硬 但孟晚舟接受 加拿大的《环球邮报》 访问时 他竟然说 加拿大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大家也知道 新顿就是来自加拿大 多伦多大陆 新顿就是那个AI教父 还有其他两位教父 都是加拿大籍 都是加拿大人 所以加拿大的科学是很厉害的 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 中国根本还有些距离 你想想在AI的年代 已经有这样的达拖 还有量子计算 加拿大也是先做量子计算机 原来不是美国的 这个你就猜不到 所以他所谓说 加拿大的伟大的国家 就真的不是吹捧 他的科学其实真的很强 他也跟《环球邮报》说 华为没有因为孟晚舟事件 而停止加拿大的发展 他说当时 应该是2019年 华为在加拿大的员工 已经超过了1200人 有三分之二是研发人员 还会说加大投资 即是一贯中国人的厚度 那种中容 即是对事 不对人 即是不觉得官司 我们继续跟你打 你这个国家学者都尊重 因为你有相之强大的科学实力 这些说话 但这些说话 不能打到很多 也不能打到很多 原本任正非的算盘 就是想拉拢加拿大 因为美国已经断了他的路 美国是不断地制裁中国 他在北美洲 已经没有了美国的市场 所以华为总部 北美洲市场的总部 就在麦西哥 研发中心当时还在美国 因为这事件已经签出了 他当时想说 从美国签出研发中心 最好去加拿大 加拿大的实力都相当不错 这就是你想想 怎样以为人家的 真是鞋板一样的关系 加拿大一直都对 华为的5G 是加以禁制的 亦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这个国家不是很相遇的 不像任正非所说的 任正非所说的 任正非是这样想不知 但他说到这样 你以为加拿大会打动到 这两位的大员呢 绝对不是 尤其是赵美兰 现在说到出口 加拿大应该是对中国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就是说 必须要压制中国 因为中国是一种破坏全球的力量 因为它已经走到美国那一堆 美国是全球的 现在的别墅建构者 所以如果中国出来挑战美国的话 你等同挑战加拿大会 一样是挑战到现在的国际别墅 所以他视中国为人破坏力量 这个邏輯大家要知道 你不要说 为什么会当中国破坏力量 我又没有抢你的东西 又没有偷你的东西 又没有跟你有什么争吵 又没有什么边界斗争 不是这么说的 他站在美国那边 就觉得美国现在好好的 打好这个所谓国家 即是国际别墅 就不容许有人去挑战 中国只可以做第二 如果你这么不识趣 不做第二 亦都不想走美国的路 那我们一定会视你为对手 美国如是加拿大 一样是跟着足的 这位杜鲁多 不跟他父亲 那位杜鲁多总理 70年代 和法教差不多 都是想走这个所谓 独立的外交路线 亦都是看不惯美国的单变主义 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父亲杜鲁多 和美国是不一致 不过这位杜鲁多 似乎很亲 非常非常亲 甚至当美国是自己的祖国 首先就是 大家要知道 加拿大 对中国的态度 他有一个底气 就是说我串得你起 串得起 用中国人 用香港人的人话 串得起 很难去说什么 串得大家可以心精神 串得起 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说这些话 真的挺串 他还说 中国很不自由 这个人是串得起 串得起 因为他是科技大国 第二 你知道他是农产和资源大国 即加拿大的资源相当丰富 天然资源相当丰富 国家收入也挺充裕 就是很多方面的收入 不只是单一一些 就是普通的所谓的 所谓的 发展中国家 只是比较单一 他既有科技 亦有天然资源 还有 在美语圈 英文的大国里面 通常说是五眼联盟 英国联盟 他的实力仅次于美国 你知道吗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和纽西兰 大家看到 英国的政治力量 都尚可 不过 经济实力 那方面 应该不及加拿大 澳洲 澳洲有 天然资源 但科技似乎 和加拿大有跌距离 加拿大科学家 和科技的名声 相当多 建设 建设 第一台的量子电脑 拿出来 可以展示的就是 加拿大 加拿大公司 所以他的实力是相当强的 所以 在英国联盟的国家里面 你可以说 现在他是老二 但他未来会怎样 会不会收检 对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 我也认为 我不需要跟你说 有什么详细的分析 也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所谓的 解释 加拿大不会停止 因为现在 他感觉非常良好 他在英国联盟 国家里面 甚至 他可能 心里面 也有些看不起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 债台高速 各个国家 美元化 人人在这里说 中国崩溃论 我告诉你 可能杜鲁多心目中 也会有一个 美国崩溃论 随时爆煲 政府又破产 政府破产 政府破产 有上限 继续可以 国会通过 你当作一场戏 通过又怎样 你是美元失去信心 最惨以前 美元失去信心 大家都仍然要用美元 不要替代 你不能用什么 用俄罗斯的货币 用印度货币 但是现在 全球的货币 就是中国 中国制造也是全球 所以很多国家 和中国有贸易 大家会用 不用美元最好 直接用人民币 或者用其他 或者本币的 所谓的货币 去交易 就更好 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之下 如果我是杜鲁多 就想到 如果是英国崩溃 来说 现在是美国 如果是美国崩溃的时候 加拿大就是 rubin 英文 他就 rubin đem 所以你不会觉得 加拿大会跟你 你现在一个外交风波 我马上会跟你洋步 中国很厉害 不有人计算过 不要看完劇集 數一數你覺得自己的中國行很有型 很高過加拿大 你有很多生意和加拿大做 你不要這麼想 人家計算那盤棋 和你所謂用的劇集式的思維都不同 所以加拿大一定是堅持針對中國的本位 因為如果美國崩潰了 加拿大坐上英語系的第一名 他一定都要維持現有現在的國際滅墜 所以跟中國是不得過一條 不要再說他會否有一天醒覺到 要跟他們做很多生意 醒覺到好像林鄭飛說 我們其實是科技可以互相互補 你不要說這些事情 那個形勢是這樣 以後有什麼大的轉折呢 就是以後的事情 不過加拿大再大 很大了 都只不過是英語國家裏面 如果美國崩潰之後可能是最大的 但這個世界還不是講英語話事 就自己想一想 所以今天的話題就講得到 可以希望交代到加拿大原來是這麼大的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拜拜